這個地方也是畫圓 畫圓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它的直徑 所以你就輸入D Enter 然後呢多少呢 35 直徑 再來的話畫第二個 可是第二個就是 上面這一個 那我們就用旋轉的方式 複製就好了 所以旋轉的地方點下去 然後選一個物件就是它 Enter 選完之後基準點的話呢 就是這個地方的四分點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按一個CEnter 因為我們要複製一個 角度的話剛好45度 我們有算過嘛 等於是360除以8個 所以45度 所以這邊的話輸入45 就產生一個 再把 這一個上面的部分 這邊的邊邊 應該是這邊跟上面跟這邊 都把它刪掉 然後就留下這邊 留下這邊就好了 所以說這個地方的話我們用修剪 然後Enter 選 它 跟 跟什麼 跟 這個 那這個 可是你會發現 奇怪怎麼刪不掉 正常因為它變成獨立物件 獨立物件就不行了 所以按 沒關係 再來怎麼刪呢 選它就按什麼呢 Delete就好了 因為它獨立物件用Delete就好了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就選 用正列 正列之後的話就是選取物件選它 按Enter 再來的話呢 中心點就以哪裡為中心點 這一點嘛對不對 然後總共幾個呢 8個 8個 然後360度 沒錯 按 確定 這樣就好了 再來中間有一個圓 這個圓的話呢 它應該也是35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就是 中心點找到 然後往外 直徑的話呢就是 D Enter 35 然後最後你再做一個標註就好了 標註 線性 上面四分點到 下面的四分點 下面的四分點 那你會發現它會被焦點給 給這個蓋住了 所以建議你 Shift加Enter Shift加右鍵 然後找到四分點 四分點 找到了 往外 70 這樣的話就正確了 好把畫面還給各位